大家好我是汽车自家常庆林 欢迎收看最新一切技术说 我现在呢就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一号展馆的外面 今年的车展除了换了一个更大的场馆以外呢 另外一个大的看点就是 比亚迪包下了整个的一号展馆 以及一号展馆外面的一个空地 展示他的新车以及新车上搭载的技术 那么究竟比亚迪今年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怎样的新科技呢 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 这个东西就是仰望U9的一个整个底盘的一个框架 这个东西就是仰望U9的一个整个底盘的一个框架 就是它采用了最新的云脸X这个车身控制系统 那么在发布会上面呢 这个仰望U9呢它是做了一个弹跳的动作 就是在原地能够弹跳起来 那么这个弹跳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们走进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前仓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蓄能器的 它这个是一个液压蓄能器 它能够储存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液压压力 首先呢它的弹跳 首先它是先让这个车身下降 让弹簧压缩 然后利用这个液压去保持住它这个弹簧的压缩状态 然后在跳起的一瞬间 它是让液压去松开这个对弹簧的保持 然后这个蓄在弹簧里面的能量呢就会一下子释放 让这个车弹跳起来 这个就是这一套系统的一个非常 就是有这么强的一个动态控制性能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 U7它上面是搭载了一套云脸Z的一个系统 那么这个云脸Z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在它的减震器呢 是用了一个悬浮电机的一个技术 就是类似于电磁炮 利用电磁推动里面的弹药去打出去的 类似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么它就可以通过这种电来控制这个减震器的一个阻尼 来实现这个车身的动态控制 那么用了电 电磁转换的这种原理呢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响应速度非常快 那么通过这种高速的运算的一个处理器呢 就能够让这个车每10毫秒级别的去调整整个 悬架系统的一个减震器的一个阻尼 来实现超高的这样一个控制性能 这就是一平台3.0EVO的一个展具 那么这套技术呢 它是率先搭载在全新发布的这个海斯07EV这个车型上面的 整个一平台3.0EVO呢 它是打包了一系列的技术更新 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的12合1的这个电机系统 就是把12个12个功能模块全部集成到这个电机总成里面了 那么除此以外呢 它这个新的平台呢 它采用了一个更先进的一个集成式的温控系统 那么这个集成式温控系统它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这一块东西 它是有一个法导 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油道 水道 然后实现一个热管理方面的一个控制的 就是电池的冷却要加强 然后它这个系统就能够打通相应的一个冷却管路 让电池的冷却能力往上提 它是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电池上面 它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升级 那么虽然这个新平台也是采用刀片电池 但是呢 它整个电池包的设计呢 进行重新的一个改善型的设计 它整个冷却板是采用了一个全新设计的 采用了一个多环路的一个水道设计 来提升整个电池包的一个均温性能 一平台3.0EVO 它虽然都是一些小的一个技术改型 那么呢它其实改善的点是非常的多的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一平台3.0EVO 这套新的平台上面最大的技术亮点 就是它的充电系统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升级 那么升级在哪里呢 它就集成了这个 升压快充 升流快充 脉冲制加热的第二代 以及这个末端快充技术 那么这几个技术呢 就简单来说啊 它就能够让你的车能够充分利用充电桩的所有功率 也就是说我7000瓦的桩 我充电的时候能够用尽这7000瓦的功率 200千瓦的桩 我也能够用尽这个200千瓦的桩的一个功率 那么就对于提升这个充电兼容性也好 或者提升这个充电速度也好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整套DM5.0的这个动力总成呢 它的最大的改变呢 就是在发动机的热效率上面进行了提升 它这个废气在循环系统有一个相当大的改变 就是它以前是从这个吹化器后端取气的 现在就改成了从这个吹化器前端取气 然后提升一个废气在循环的效率 从而进一步压榨出更高的热效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整个DHS的机电偶合系统呢 它是没有一个大的改型的 也就是它的传动结构没有变 它也是一个单档位双电机串并联的一个构型 也是PEP3位置两个电机 然后它的改变是在哪里呢 它的改变是在这个EHS系统里面 它的一个冷却系统的一个升级 能够提升这个整个EHS电控系统的这个冷却能力 然后还有这些 例如是这个电机电控的这一块东西 它也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集成 所以提升了整个系统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紧绰化程度 那么我们过来这边看 看完这个整个动力总成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 后面它这个电池系统呢 它也是有一个相当大的升级的 这个DM5.0的这个电池系统呢 它是采用了一个全新水冷板的设计 能够进一步提升这个电池包的一个均温的性能 从而让这个车这个新的系统它充电更快 然后大功率放电的性能会更加好 然后我们来来这边 最后一个要提的点就是 DM5.0它在秦L和在海报06上面 它的油箱是增大到65升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车能够实现这个 超过2000公里综合续航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而且我们也为什么它能够装65升的油箱 这个是很关键的 如果你电池做的不够小 能量密度不够高 它这个油箱其实是放不下的 所以DM5.0得益于电池能量密度的提升 体积的缩小 让包括整个平台轴距的加长 让这个65升的油箱放到这个车上面成为了可能 这也是DM5.0新平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升级 那么比亚迪呢 今年呢 它是包起了整个一号馆 刚才我们看过的一号馆 全部都是比亚迪旗下的品牌 那么在一号馆外面呢 比亚迪也包了包下了很大的一片地方 来做它的技术演示 包括我们的仰望U8的应急腐水 以及我们方程抱5的一个越野的一个攀爬的一个体验区 还有就是我们远处的有一些智能化的 例如智能泊车啊 断头路泊车啊 以及这个载路 通过载路的一些演示 比亚迪呢 就在这个整个外场这里 直接就搭了一个大的水池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池是很深的一个水池 可以看到这里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玻璃观看的一个窗口 就是在这个仰望U8浮水的过程中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窗口看一下这个车 是不是真正的浮起来了 是不是离地了 那么这个仰望U8为什么能够在水里面浮起来呢 它主要是靠一个整个车身 它的一个密封性 密封性达到一个很高的等级 那个车里面的气体就能够让这个车 在水面上浮起来 然后这个车在水面上能够前行转弯 主要是靠它的这个异四方四电机的一个驱动系统 通过车轮搅动这个水 还有转向系统来让这个车前行后退以及转向的 那么我们让摄影师来看一下这个整个 整个水面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演示的时候呢 下面那几台这个仰望U8车型呢 就会通过这个斜坡走上这个斜坡 然后直接就就通过这个下去的斜坡走入这个水池里面了 然后在水池里面呢 做一个掉头 然后从另外一侧的一个车道 然后返回地面的 所以整个过程呢 都能够体现这个仰望U8的一个浮水的性能 来到这一边呢 它就是一个方程豹的一个越野 就是一个爬坡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区域 那么比亚迪也搭了一个整个大的一个铁架子 能够展现这个方程豹 它的DMO的这个系统的一个性能 因为今年呢 比亚迪这个方程豹 豹5这个车型呢 它是挑战了很多网红坡 包括大家比较知名的一个就是乘佛坡 然后它的性能是非常好的 那么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 我们在这个场外区域也能够看到这个豹5 它的一个越野性能是有多好的 这个DMO呢 O是for Offroad 也就是它专为这个越野路况而设计的一个 一个底盘平台 那么这个车它前桥 它是有一个差速所 机械式的差速所 后桥它也有一个机械式的差速所 那么你看到这个整个展具呢 它上面中间是一个电池的 它没有传统这种机械四驱系统的一个传动轴 那么它是通过电控的形式 让这个车辆有一个 四驱系统的一个中央差速所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我前轮打滑 我这个系统会主动的把动力分配到后轮 而减弱前轮的这个扭矩分配 来实现一个更好的一个通过性和越野性能 怎么样比亚迪的技术鱼池够大吧 刚才我提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对技术感兴趣的朋友 6月1号到9号 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一号馆 比亚迪专馆等着你来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